由凤榮地区农会主办的 112年度凤林镇 万荣乡庆祝农民节及西瓜节行销活动 5月20、21号1年2天 是在凤林正名广场举行 为了回馈乡亲 每一位会员都有提供原油券 礼品兑换券还有摩采券 由各家镇班提供凤林客家美食 产销班供应在地新鲜农特产品 让参加的民众可以吃得健康 食用安心 凤榮地区农会每年所举办的 农民节及西瓜节活动 21、22号两天在凤林正名广场举行 并且表扬模范农民 凤林正公所19名 万荣乡公所6名 花蓮农田水利数2名 凤榮地区农会90名 而今年的凤榮大西瓜 则是由凤榮菲所种植的 44.1台金获得手甲 总干事黄荣和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 在地的农产品 吃得健康用得安心 我们所有的辛苦的农民朋友们 农民节快乐 凤榮由你们生好 尤其凤榮的产业 由你们来辛苦来推动栽培以后 塑造的精致 多元 而且品牌化 让我们的凤榮五宝 在台湾全省 这段实力 让我们国人都看得到 我们五宝有西瓜 锅皮辣椒 花生 蔓成米 还有蔓成豆奶 尤其西瓜的部分 全国知名率最高的 就是我们凤榮大西瓜 我们凤榮地区农会 帮忙农民行销 栽培的部分 一定在五月二十五号 陆续要来租过 也谢谢我们全国所有的 爱好凤榮农产品的好朋友们 继续给我们支持 今年度所安排的一系列活动 摸彩品更是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凤榮地区农会 近几年所推出的有机豆奶 而今年也在会场中 DIY教学民众如何将西瓜 与冻豆奶 制作成夏天的饮品 我们是用豆奶加布丁粉 布丁粉有没有 加热 然后一定是小火煮到熟 滚了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让它凝固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们在家里都可以做 那因为西瓜其实它有一个 它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一氧化碳 所以说它可以降低感固醇 这是我们的有机豆奶 有机豆奶冻 然后加西瓜汁 现在的西瓜汁 凤榮大西瓜 好喝吧 口感怎么样 非常绵密 非常好喝 这个值得推广 并且可以将剩饭 制作成奶冻相当特别 也吸引了许多婆婆妈妈 现场的学习 那因为家里其实每一次 你吃饭的时候 都会剩下饭 对不对 我们就把饭做另外的处理 其实这个 跟豆浆也有关系 很老哦 吃饭更好吃 养生啊 养生啊 对养生啊 对养生 记者林杰 封林郑 采访吧 老大哦 好 嗯 好 地震